今天 唐朝皇帝和妖后出宫济天 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要用妖后的血 击死我们高昌国死去的灵魂 让整个大唐 感受到我们高昌国人的愤怒 杀以致 杀妖后 杀以致 杀妖后 准备伏击 是 敌人节 你居然还没死啊 你用燕羽阁老板来害我 其实 话蛇添足了 看来你明白了 你戴着一副急功求利的面具 的确让我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 在牢里 你先试探我的破案习惯 竟然是个钱挂 不挂断 然后 根据我的习惯 你巧妙地把先前的案件 给我做了个九星飞宫的作案特定 这能有什么联系 凶案的发生顺序 是按照九星飞宫法的路线进行的 好让我入了你的圈套 然后 又伪装成急于升官的样子 十军之路 中军之 降升官吧 你永远不会知道 大理四卿对我有多重要 凭什么状况啊 这是你下的命令吗 放开我们 没错 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 草率抓人 已求结案 目的就是让我对你放松警惕 接着 你又用金丝香和丝绸碎片 诱导我去燕羽阁 出自杭州的青蚕丝 案发现场的对面 就是燕羽阁 让我发现云珠的事情 继而为抓住所谓的真凶 无名做好铺垫 无名不傻 只可惜 你牢牢抓住 他对云珠痴情的这个弱点 你想利用我和云珠的感情 让我方寸大乱 云珠 怎么是你 这些人 都该死 到底是我重要 还是案子重要 你几乎做到了 可是 你忽略了一点 荡案库你撕掉关键的那一页 其实 反倒是暴露了 要知道 史官那里 可是有手稿的 其实 开天眼杀人 就是你利用九星莲珠的奇观 想造就一场大唐僵乱的谣言 而真正的目的 却是在这里 伏击而胜 为你的高昌国复仇 我说的对吧 世子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